现在是10月1号 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 今天看一下有什么航班备降的 这里热搜榜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大连 然后第六第七个是深圳 我们看一下寒州到大连的这家航班 它是备降到青岛 凌晨3点36分到达这个大连 那对乘坐这个航班的乘客来说 这是一个难忘的国庆节 10月1号的凌晨 他们在备降的路上 那我们回顾一下它的航线 从寒州萧张出发 往沿海 然后去大连 然后在那里转圈圈 大连的天气应该不好 然后备降到青岛 备降到青岛了 然后现在的话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现在从青岛出发去大连了 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都已经凌晨3点多了 才到达大连 果然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大风蓝色预警 这种天气的话 就不适合飞机降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航班 海口到深圳的 它备降了 备降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了 早上6点多的 今天10月1号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航线 这个并不算太远 从海口出发 沿着海岸线 往东边 然后到深圳 到深圳这一带 然后转圈圈 发现不能降落 然后备降到广州去了 查了一下天气 原来深圳白云国际机场 雷电黄色预警 怪不得飞机要备降到广州去 昨天9月30号 海口美南到北京大兴的 也是被降 被降到天津机场去了 那时候北京大兴机场的话 也是天气的原因 不适合降落 然后被降到附近的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了